大家好,我是铁头 刚买回来一块鱼腩 好久没有吃过鱼腩 今天用它来做一道好吃的 先把鱼腩清洗干净 洗好的鱼腩切小块 切好放入大碗 再来切一点姜蒜末 剁好加到鱼肉上 来上点料酒 胡椒粉 适量的盐 再来两勺黄豆酱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,腌制20分钟 在腌制好的鱼中加上花生油 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后,把油盘中 尽量把鱼不要叠起来 把碗中多余的材料也放上去 锅中烧开水,把鱼放进去 盖上锅盖,大火蒸7分钟 好,时间大,可以出锅了 撒上点葱花 这道美味的黄豆酱蒸鱼腩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鱼肉嫩滑,营养好吃